这就是晚清三大名妓之手杨翠喜的真实照片 此时的她端坐在墓椅上 手持菩萨气质优雅 在那个没有PS技术的年代 这样的颜值也是大美女一个 后来经过现代高清复原技术修复后 可以看出杨翠喜面容叫好五官清纯 难怪当年她会被巨伤追跑 杨翠喜原本是京城里一户穷人家的女儿 自幼殷家平就被父母卖到一位姓杨的乐护家谋生 杨家人见她生得聪慧美貌 又加上一副天生的好嗓音 结果花仲金悉心培养她 到了16岁时杨翠喜已经成了 京城里雁明远阳的青龙名妓 当时京城出名的名妓一共有三位 赛金花小荣喜和杨翠喜 而杨翠喜凭借出众的颜值和才华 位列三大名妓之手 注意看她还有一双精致的三寸金莲 清朝人的审美标准就是三寸金莲 相传很多的王孙贵族和富家子弟 都对其美貌垂涎欲低 为了一睹杨翠喜的风采 不惜一阵千金 甚至还有人大打出手 当年在她的追求当中 还有一位出名的人物 那就是出家当了和尚的 弘异法师李淑彤 李淑彤对杨翠喜一往情深 但在她阴试到上海之时 杨翠喜却被大军阀段之贵花重金聘买 之后现与庆亲王一筐之子 宰镇作为了相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